今天跟大家分享手残档都可以做的寿喜烧 好,我们先来做底料 100毫升的味淋 再来100毫升的清酒,日式清酒 再加入100毫升的淡盐酱油 如果用一般酱油可以加入100毫升的水去淡化咸味 我今天用的是少盐酱油,所以没有加水 好,我们开火 把它煮沸 煮沸后再煮1分钟 让酒精挥发 关火 加入1汤匙的糖 搅拌均匀 倒入碗中 所以底料比例就是1比1比1比1 超级好计 好,我们再来处理蒸落 蒸落又成为磨浴 蒸落是第一个热量食物 我们把水烧开 加入一半,大概是100克的蒸落 煮2分钟 关火 捞起 然后 过凉水 过完凉水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烧老豆腐 拿一块出来 用厨房纸擦干水分 放在一个桃子盘中 不要在砖板上直接操作 可能会烧坏你的砖板 我们用喷火枪把6个表面都烧金黄 如果没有喷火枪 用平底锅煎金黄也是可以的 切成比较好污口的大小 葱白的部分,滚刀切 葱绿的部分,切成段 洋葱切丝 备用 下面来处理菌类 香菇洗的话会影响口感 所以我用厨房纸把它擦一擦 然后去掉根部 再来表面切花 这样比较好看 香菇也比较好入味 煎蒸菇清洗干净 然后切掉根部的部分 洪喜菇去掉根部 上海青去掉根部 清洗干净 拿几颗从汤市买的丸子 随你的喜好 跟cro jewels 两个油面筋 还有我最爱的肥牛 Y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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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电锅是我在 Select 地锅测 quantities 你能做火锅与�形协待 一点点黄油 一点点的黄油,把葱和洋葱爆香 让我们的汤底会更有味道 炒软,让它上色 加入我们刚刚备的材料 瘦洗汤底,加四大勺 我只用了三分之二 剩下的三分之一可以用来煮乌冬面或者别的材料 按照你的喜好 好吃啊! Enjoy!